诗篇第九十一篇 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 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 你必不怕黑夜的惊叹 或是白日飞的剑 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 或是五间灭人的毒病 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 万人扑倒在你右边 这灾却不得临近你 你为亲眼观看 见恶人照报 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 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 耶稣主啊 我们宣告主啊 在这个国家面临这个瘟疫的问题的时候 主耶稣 你的手必然的来拯救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 主啊 我们要为这被影响的家属来祷告 主啊 所有中到这个瘟疫的这些病人来祷告 主啊 你的医治要临到他们 主啊 我们宣告主啊 你的医治要临到这些求告你的人 主耶稣 我们祷告主啊 你的爱主啊 要降临在我们每个人 主啊 我们要认识你是我们的神 主啊 我们要看见 主啊 你是我们的拯救 主啊 我们宣告 你必保护我们 主啊 你必搭救我们 主啊 你必纪念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 主啊 当我们呼求你的时候 主啊 你就要来拯救我们 你要来帮助我们 主啊 我们宣告 诗篇九十一篇不断不断的 主啊 你的话也要成就 在我们的国家 在许多的国家里面 主啊 我们谢谢你 我们赞美你 听我们的祷告 封住 耶稣名所祈求的 Amen JabamTV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